小牧羊 皮卡丘也就来晒太阳了 好可爱啊 我把它放在小树上 看你啊 小可爱啊 塞漂亮啊 尾巴一直咬啊 这么可爱的啊 让它塞了个三分钟 可爱猫咪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猫咪 爱多肉的梁 太肉肉了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我之前种的两盆多肉 这一盆买的时候说是蜜桃猎户座 这一盆呢 老板说是五仙座 结果养着养着 你们看 现在长得超像的哦 不知道养到最后 会不会全部都长得一模样呢 大家拭目以待哦 目前都慢慢的出状态中 我觉得变得好好看哦 蜜桃猎户座 然后另外这盆 这盆是五仙座 有没有觉得好像 好像一模样哦 就再继续观察下去吧 我就说他们两个很像吧 当初是不同地方养的 然后现在我给他用同样的戒指 同样的环境 同样的光照 几乎快变成一样了 这个多肉就是这样 好玩啊 是不是好像 我个人觉得他们好像是一模一样的品种 就再观察下去吧 五仙座 然后这个是蜜桃猎户座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大河井 这个是我的原液大河井 那我的另外一棵 你看 本来它就是那个很大朵 长满盆的那个 它现在变成这样 给你们看它原来的盆 你看这是它的根系 本来没有根 然后有长根 但是后来整颗烂掉了 我追究原因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长满盆 长满盆就是说像这个样子 但是是整个满满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翻我之前的影片 它真的是很大一朵 满满的 那很大一朵满满的 当然当初买的时候超开心 那超开心 为什么它会变成这样呢 这是我唯一近两个月来 种的多肉 唯一给我化水的 那它为什么会化水呢 就是因为它沾满盆 然后浇水嘛 直接淋在那个叶片上面 像这种它就水分 会从旁边渗下去 但是我都尽量不要用到叶片 我都从旁边浇 那它即使叶片有喷到水 也不会很多 晚上浇隔天就会干 但是因为它满满的 所以我就在上面浇嘛 大概总共浇了三次 也大概就是三个礼拜 我就发觉奇怪 为什么它下面有叶片 不是消耗掉哦 是黑浮掉 结果一摸整个就断掉了 结果拿起来看 它下面金桿 整个全部化水了 它也不是黑浮掉 它就是白色的 但是整个化掉了 大概十天前的是 那化掉了 我只好全部把它叶片都拆解了 然后就摆出这个阵杖 但是呢 这些叶片会不会成功 不清楚 然后你们看看 这个都变成这样 我就叶叉看看 结果你们看 有没有看到这个小白点 它有长出小白根哦 我这样子 把它的那个金桿黑斧的部分 弄掉之后 叶片通通拔掉 然后就这样摆着 没有浇水哦 十天了 这个原来的这个头 有长出 长出小根啊 但是剩下的这个呢 还没 把它摆中间 剩下这个完全都还没长出来 所以种多肉呢 这边要说的就是不要种的很密啊 一定要留有空间啊 要像这样子留有空间可以浇水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你就一定要用浸盆的方式 因为你直接从上面这样淋 很容易它就 水灰聚集在中间 聚集在中间 它就很容易黑服 然后它这个叶片实在长得太大了 所以就黑服掉了 唉 这种天气这么凉爽 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形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啊 像这种 你看这么 这种形状的就比较不会啊 因为你看它叶片中间的那个间隙比较大 如果有浇到 就是水会自然风干 经过一个晚上 十几个小时 但是这个你看一层一层 它很像是那个接水的那个勺子一样 所以你看水从这边下去 它就会存在这个缝里面 导致它的筋感就腐烂了 唉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好不容易买到这一棵 这么漂亮的 这一棵呢 名字一改再改 后来我再去查 它真的是大河井 只是它叫做大叶大河井 不是麒麟座 但不管它是什么 我希望这个头 可以在生根浮盆好好长大 我就不要用太小的盆了 让它有空间可以呼吸啊 唉 不经一世不长一致啊 植物太密了 不管在什么季节 都是一样的啦 那给你们看看 这个是原叶大河井 你看看 它就长得很好 我这个浇水 我都不会直接从上面直接淋 都会只浇外面 那浇外面的时候 这旁边淋到一点点雨 一点点水没有关系 你看它就可以 就是够通风可以干燥 所以它长得好 这叶芯都长出新的叶子来了 大河井真的是长得超慢啊 所以我这个超级大头挂掉了 我真的好伤心啊 因为很难得看到那么大的 不过遇到了也没办法了 只能记取教训 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啦 你们赶快检视一下 如果你们的真的长慢盆了 记得浇水的时候 用浸盆的方式是比较好 因为浸盆的方式 它是从下面这样吸水上来 上面这个叶片 就不会有那个积水的问题 所以大家就要小心这个部分咯 这就是我的个人经验 分享给大家 好了 今天我们这个多肉 种植旁边要留一点空间 浇水的时候 比较不会发生问题 就分享到这里咯 欢迎评论点赞 还有别忘了订阅咯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探测 最后最后一看 在探测 部门 部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